一个令人不舍的消息 因为演唱《甄嬛传》主题曲声名大噪的大陆歌手姚贝娜 16号因为乳腺癌复发 病逝在北京大学医院的深圳医院 年仅33岁 那么消息一出也让许多歌迷感到非常的不舍 而姚贝娜自从选秀节目受到关注以后 也让当时担任导师的娜英张慧妹还有余晨庆 纷纷悼念表达不舍 彼此心又乱 前头我晚去 仍纠缠 这个轻柔婉转的嗓音 相信大家一定不陌生 红片两岸的甄嬛传 让姚贝娜的歌声受到广泛的瞩目 只是走红梅多久 16号却传出她癌症复发不幸病逝的消息 震惊演艺圈 曾经在姚贝娜参加的选秀节目 担任导师的纳英张慧妹与陈庆都在微博po文悼念 纳英po出与姚贝娜的合照 写着最终我还是没能再见到你 那也许意味你还在 张慧妹也写下美丽又坚长的好歌手一路走好 哈林则感叹地写下 人生无常要珍惜 曾和姚贝娜同台PK让人印象深刻 小胖林一群也发文悼念 字里行间都充满对昔日战友失去的不舍 姚贝娜在2011年查出罹患乳腺癌 同年则做了左乳切除手术 之后一直乐观治疗 不但参加哈林担任音乐总监的歌唱节目 就在病发前不久还再度替大陆连续剧现身 姚贝娜在15号传出病重住院 16号病逝北大深圳医院 过世前自愿签下眼角膜捐赠 以爱人间 而她对音乐的热情将让歌名永远怀念 也许明天只有你我的明天 记者颜皮继续报道